台积电熊本场在24号正式的来开幕 那么日本媒体也相当高度的关注这一项消息 那么尤其在这个开幕式上呢 是吸引了将近百人的台日媒体来到场采访 来看到隔天一早 其实在报纸的部分呢 像是在这个独卖新闻 还有在这个熊本的地方报 熊本日日新闻呢 也都是以头版的方式来报导台积电开幕的消息 先来看到在独卖新闻的部分 当中报导在开幕式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码宣布将投资二场新建 针对台积电两场的补助金将高达一兆两千亿日元 台积电运估将提供三千四百个就业机会 甚至根据试算九州山口和冲绳半导体相关产业 将带来十年二十兆日元的经济效果 而另外在日经新闻方面则报导 以这一次的熊本设厂作为开端和契机 全日本的半导体投资额将达到九兆日元的规模 当中也报导从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 可以看得出来 在经济安全保障的观点之下 日本政府已经从原本重视自由竞争市场 转换为由日本出手 推动半导体产业复活的政策方针 期盼借由强化半导体生产来促进产业界的数位转型 甚至在标题写下 这次其实是要透过台日合作来牵制中国 强化供应链的稳定 最后在熊本地方报方面则是从头版起 由以三版的篇幅来报导开幕式 并且提及在开幕当天 台积电视首次公开排水处理设施 强调将以友善环境的方式让75%的水 能够回收再利用来减少对熊本当地地下水的负担 因此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报导日本媒体是相当的高度关注 这一次台积电开幕的消息 那么以上是环宇新闻失去号 在日本熊本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